崔委員您早 是 部長您辛苦了 是 不敢 好 今天是本會期部長第一次 來報告我們文化部 在新的一年裡面 所有的各項文化的發展工作 那麼我看到了 為台灣軟實力再創新舉的這一份報告 確實在前面大篇幅 列出了我們整個文化的建設工作上面 所面臨的整個時事 那麼我希望從這個角度來省思 我們現狀 我們已經道出了 這整個從傳統到現在的 不管我們在思維模式也好 生產模式也好 甚至我們現在在國內的人才 因為人口結構的改變 那麼種種文化部導師 道出了一些真實的現況 那麼我們知道了這麼多 知道現在我們要發展 要做所有的建設會不會面臨到的 這個時代的現況與衝擊 那麼我們如何因應把我們想要推展的 如何能夠去調適 如何再加薪 如何去除弊 那麼我想這是整年度呢 部長必須要有效率的領導工作同仁呢 向前邁進的方向 那麼我也針對文化部所提出來的這些數據 以及這些文字呢 我一一來救教部長您 那麼現在呢 我們看到了 每一次每一個會期的開始 我都記得 文化部呢一再呢 都提出這個施政的重點 不外乎的兩個大點 一個就是人才的培育 以及這個文化創新的產業的推動 那麼從101年5月21日 文化部這個成立以來 這樣子兩年多的時間 對於這樣子的一個施政重點 我們是否呢 有所進步 那麼其實談到說 我們從文建會的時代呢 一直到文化部 我們缺乏的 我們從過去呢 這個文化的弱勢 到現在我們要發展 文化的這樣子的一個決心 那麼這兩年多來呢 我們成就了些什麼事情 那麼我現在從一個小小的一個例子 也不曉得部長 您常看電視嗎 有沒有空看電視 過去有一點 現在幾乎不可能的 對 大概只有週末有一點時間 是 那這樣子 台灣的偶像劇呢 您看過嗎 我是很少啦 對 幾乎沒有啦 不過我現在有一些數字 可以看電視的時候 大概都影響到12點以後了 是 一些時事的問題 我想台灣的偶像劇呢 曾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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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我常講是一直啦 現在我情願講曾經 曾經是華語戲劇 非常重要的一個元素 我想我們這個部長年輕的時候 學生的時代 OK 甚至到就業成家的那段時間呢 我們看到台灣的這個戲劇 台灣的偶像劇是非常的進步 而且每年俱增它的這個卡斯 那麼你應該在組長這個業務的之後呢 跟過去我們的在台灣偶像劇 給我們國人給我們自己的一個印象 一定馬上會覺得說 我們很少已經聽到說 台灣現在哪一個偶像劇 是popular 是流行的 但是我們卻每一年呢 就會去搶看這個大陸劇 或者是韓劇 對吧 這幾年是不是就這樣子了 我們就是這樣子 就這樣子的這個事情 這樣子的發生了 所以本土自播的這個戲劇節目呢 真的是越來越來越少 那麼進口的電視劇呢 實在是越來越來越多 那形成這個偶像劇的復甦書 部長 我們看看 從這個在我們文化部成立之前的那一年 我們這個改制年 我們看101年國內播出戲劇節目 大陸劇就有204部 那麼韓劇有58部 但是我們本土製作的戲劇節目 你知道有多少嗎 我想你很難去翻到 是53部 OK 大陸204部 韓劇58部 那麼台灣的 自己本土的只有53部 那佔所有的這個佔有率呢 是15% 很慘吧 很低 很慘吧 那麼我就是要看看 你們來告訴我 這個是我們的改制年 到現在 到現在 103年 12月為止 我們的本土劇是多少 那麼輸入的這個偶像劇是多少 你們現在有資料嗎 我們有沒有從這個本土劇的15%有所進展 有沒有 來 那個同仁提供資料一下 OK 報告委員 報告委員 現在我們自己本土自製的 大聲 大聲 我們自製的戲劇 自製的電視劇 大概佔不只15% 大概佔15% 我剛剛 剛剛市長 我剛剛提的是說 我101年度 我們改制年 那一年的統計 那麼我們文化部成立的兩年多來 我是要看到有沒有 有沒有進步的數據 所以你不用更正我的數據說 我們不只15% 但是101年度的時候 確實是15% 那如果現在不只15% 那當然就是我們的期待啦 不是嗎 那請問一下現在是多少 現在我們整個電視自製的比率 是占所有播出大概35% 35% 那我剛剛提出了 101年度那時候的大陸距204步 那現在呢 103年度來看 有沒有統計 我現在手邊 OK 那你再統計給我 那如果以這個比例上 我們進步了20% 我相信這個數據 應該是也有所進步的 那麼我們也很樂見 所以你先休息一下 那麼以這樣子的程度來看 我們是有所進展 那麼我們再看看 這個文化部所提出的這個軟實力 如何再革新創造呢 那麼後面呢 倒是我們沒看到一些具體的政策方向 那麼都是一些比較 focus 或者是在某一個單元上面的 延程過去的這個計畫再往下走 所以我覺得我們目標不是這麼明顯 那麼過去每一個會期 我們以人才培育這個創新產業 但是呢我們一直在要求這個文化部呢 要提出具體執行的方式出來 怎麼樣去執行這些方式 部長我又要來跟您討論一下 我們所有從這個改制以來 不管在過去三十幾年的這個文件會 說實在話我們整個的文化建設呢 根本沒有一個基礎 我們再談論一下這個文化基本法 文化基本法呢 好來 是呢 以你所有要執行的這些法律的這個法源 至於最後 OK 我所看到的到目前 你剛剛這個報告裡面呢 提到這個 文創產業發展研究院設置條例 是在文創法第七條的規定對吧 那麼呢 這個是102年1月4號呢 我們草野協商完畢 到現在未完成三篤 也說公事法103年4月10日送院 電影法103年5月29日送院 文化資產保護法103年8月4日送院 博物館法104年1月15日第一次審查 文化基本法是去年10月8日送行政院 也就是說 我們文化的發展的方針原則 等於說是文化的宣法 那麼呢 是落在這所有我們要執行的法律法規之後 OK 那麼 本末導致的這個做法 足足呢 文化大法 OK 文化基本法 如果以跟教育基本法 這個科技基本法比較起來的 足足落後了16年 那麼為什麼這個本席把它提出來 來跟部長來檢討這個事情 也就是說我們在所有的文化建設發展工作上面 我們從頭到尾就沒有原則沒有方針 我們是碰到事情解決一個事情 我們頭痛一頭腳痛一腳 我永遠看不到你雖然說是願景 但是提出來的願景呢 卻是在執行一個小部分的方案 對 文化基本法事實上在過去是沒有去提到 後來到了文件會曾經曾經有過一個草案 後來到文化部以後呢 因為時代已經變遷了 所以我們又做了一個修正 那麼在這個修正過程當中 我們大概跟各部會開協調會 大概有開了二十幾次 那重要的就是各部會的意見 那麼相當多 所以到了3月13號有筆比沒筆 還好啦 所以我不是說 再歸咎你們的提案的這個時程 我們要怎麼樣促成這個 最主要的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在各單位裡面 各施職單位裡面 要提出一個目標願景出來嘛 你第一個剛剛提出來的 你的文創院要成立 我告訴你 你根本就是在說 那個虛無飄渺的話 文創院是跟故宮的大故宮計畫 是綁在一起的 連個影都沒有 你還拿在這個地方要設文創院 不確實際 院長 部長我的意思是說 所以你每一個方針 我非常看這個簡單明瞭 但是我看看前面的實況 我們講出來我都很認同 可是後面呢 解決現況 我未來還要發展的 卻是一些小小的一個什麼生活圈 看不見什麼啦 好不好 好 謝謝 努力的 好 謝謝 謝謝陳委員